原来你在这里鬼混 这么多天了 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怎么了 有新欢了 又有新欢了 你不跟我在一起 还不能让我谈恋爱了 我看你就是不喜欢我了 果然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当初幸亏没有跟你在一起 那您说说 因您之见 怎么样才算个好东西呢 你欺骗我的感情 追一半不追了 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是不是 我追您追到一半就不追了 我欺骗您的感情大姐 你没搞错吧 是谁当初每天给你早上买早餐 每天接你上下班 日复一日 丝毫不敢怠慢 换来的呢 换来的就是我的热脸 贴您的冷屁股 那你可以再坚持一下 说不定你马上就可以追到我了 坚持一下 你以为下载软件呢 你倒是给我个进入条 我挂奖挂出了个谢字 我还得硬着头皮 挂出谢谢会部才满意 你追男隔层杀 男追女隔车隔房 隔你妈隔闺蜜 隔陪伴 隔闭隔闲话 我是个生意人 就是时时刻刻能生出独意的人 生意人也是个商人 也是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的人 但是在你这里 和你有商量的余地吗 你是只许这官方 我不许百姓觉得太独裁了吧 你觉得这个天平 它还平吗 公平啊 但你确实很抠门 哇抠门 你以为我能和你这个大小姐比啊 还有您把这个抠门和节俭 两个词分清楚 你知道我是怎么买的车买的房吗 不都是我平时省吃俭用 开源节流省下来的吗 大小姐 你说我是节俭呢 还是抠门呢